我们也有很多研讨 有很多文章是关于这方面的 那我觉得可能各位可以 有兴趣可以跟我们要这些书 我们拿这些文章来看 我现在想说的一个就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也是 我比较熟悉的 就是联士生仙他的这个精神 跟他的这样的一个事迹呢 我们怎么样去发扬他 怎么样去延伸他这样的一种精神 所以呢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呢 我们成立了这样的一个 联士生青少留学基金 这个发起人呢是联亮师医生 还有联文师博师跟联校师 还有联士生的家属 这个青少留学基金成立的时候呢 我们刚好遇到了联士生先生呢 就是他的100周年 他诞成100周年 然后这个基金呢 其实我们到慕节已经 就是成立了四年 那这四年呢 其实我们也像 论语里面所说的 适者如师夫不舍咒业 我们一步一个交易 从2006年开始呢 到现在呢 我们其实进行了很多活动 明年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基金的五周年 当我向各位报告我们这个活动呢 有请过的哪一些作家来说呢 各位可能很也很惊讶就是说我们在这这短短的四年里面呢 我们主办了大概十多场演讲 我们请过像新加坡著名的这个城市规划师刘泰克先生 我们请过台湾的著名作家于光中先生 我们也请过台湾的著名的年轻作家吴淡如 还有张曼娟 然后我们近期呢 也请了上海著名的作家 这个赵立宏 然后我们也出版了 联石圣仙的不同版本的海滨级简 像他的这个秋水级 他的回首四十年 他的长天级 还有他的给星青年 同时我们也把 把他的演讲啊 把这些演讲啊 这些作品呢 出版成光碟 所以目前各位如果有有有机会到我们的南临空大学公子学院呢 你也可以看到 联石圣仙的铜像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 这个号码上面看到联石圣的铜像 那这个基金呢 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些新书发表 这是我们在2006 2007年9月15号的时候呢 我们配合联石圣百年诞辰纪念的时候呢 出版的他的长天级 大家都知道 秋水共长天一色 是这个中国古代很有名的诗人的诗句 这个也是我们的两本新书 那我们今年呢 其实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切入点 就是这位联仲伦先生 联仲伦先生就是联亮师医生的孩子 也是联石圣仙的孙子 我们从这三代人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就是他们都是联石圣仙 他一辈子都是为了这个文学 为文化 坚持不懈的从事创作 联亮师医生呢 他从事这个医生的工作 他也是其实也是很著名的陶医师 他做了很多陶医 然后这些年来他跟我们一起做这个联石圣基金呢 他也是坚持不懈的在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孩子联仲伦呢 他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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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险家 一个登山的高手 他今年呢攀登了这个珠穆南马峰 那那新加坡好像好像还有超过十个人 攀登这座山峰 那我们就邀请联仲伦先生呢 来跟我们谈他攀登这个珠峰的这种经历 那我我觉得他们这三代人呢 就是这三代人呢 真的是像王国伟所说的 在人生的这个境界里面 一直在探讨 所以我们我们当时有这个活动说呢 我就说了一句话就是 王国伟所说的就是 独上高楼望近天雅路是联仲伦的境界 那一代见光中不悔 唯一消德仁憔悴 还有最后就默然回首 那人先生的话那时候是联价是一生的境界 然后当然连职生先生呢 已经超越了这三个境界 他今天留给我们的呢 是我们看到的很多很多的 这个留给我们 刚刚我说的新马的这种精神才 那我们今年呢也也找到了一个 很受青少年欢迎的作家张曼娟 他来我们这里做了三场演讲 每一场演讲也是有三十百个人听 然后呢很多老师很多学生都觉得很受启发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张曼娟女士呢 她不但能够写而且能够说故事 而且能够跟学生呢产生很多互动 还有我们像去年我们也请了另外一个 台湾的一个女村在不但如 我们的目的就是认为说 让青少年借助文学借助阅读 借助写作 然后会提升他们对华文 对文学的喜爱 然后可能可以改变他们的一些态度 所以这些年呢我们做了这样的活动呢 每一年我们都有大概有一两千个学生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检讨 就是这个活动今年检讨呢 其实我们今年从张曼娟的讲座 到莲仲隆的讲座到赵丽红的讲座 还有到今天我在这里粉末登场的讲座呢 其实我们差不多每两个月就一次讲座这活动 然后呢我们的听众呢就是老中少都有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新 每次都会问有没有新的朋友进来听演讲 每次都会问那些新的朋友进来 所以我们也是默默的在做一些文化传播跟传承的工作 这也是我们也一直在选择一些比较适合青少年学生的主题 比如说刚才讲的登山 我们今天也选择了梁文福 就是刚刚得了我们新加坡文化奖的梁文福 和张曼娟能做一个音乐跟文学的对话 梁文福先生在我们学院呢 也有一个关于现代流行歌词的写作班 也有也有有几十个年轻朋友啊 还有一些社会人士来学 然后像这个文学音乐相遇呢 其实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朋友来听演讲 然后他们才发现到原来写作原来华文 都是那些美好的时光跟美好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这些活动呢 像都是我们的手段 我们的目的呢 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个联师生基金 让他们知道在南洋在新马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家 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先前 呃 连世生 所以我们请赵立宏先生来做演讲的时候呢 他讲的虽然是 伤痕 他那个知青时代的故事 很多 很多 听众呢 很多年轻的读者也很感动 因为特别是有很多中国来自中国的学生 然后他们也很感动 啊 可是他们那个赵立宏先生也好 呃 于光中教授也好 还有吴淡如跟张 他们才发现原来我们新马 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作家 叫连世生 所以他们回去之后呢 一过门里头说呢 他们也把连世生介绍给 呃 台湾介绍给中国 啊 甚至我们最近呢 呃 日本跟韩国 我们来了一批一百多个亚洲孔子权的院长 他们发现到我们有这个连世生基金的时候呢 也请了这么多 呃 不同的作家 不同的学者来讲课的时候呢 他们很羡慕我们 啊 他们也觉得我们这样做的工作很有意义 因为目前全球有三百多所孔子学院啊 海底里所孔子学院呢 是能够把当地的一些著名的学者 或者是作家 或者有影响的文化人啊 作为学院来推动的一个一种力量 所以当他们看到我们的学院呢 呃 还不是那么 那 规模那么大的一个机构 还不到五年 可是呢 我们也有 很不同的这种创意的文化模式啊 成立基金 推动活动 他们既羡慕我们 也认为我们新加坡的文化啊 呃 跟世界各地 不大一批啊 啊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 呃做这个孔子学院的时候呢 在推动联师生基金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了很多像刚才我说的 智本 韩国啊 澳洲甚至欧洲啊 他们非常羡慕的啊 他们才发现到原来 在新新马啊 有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啊 肥沃的土地呢 可以栽培这样不同的啊 学者作家啊 那这个刘刘泰可先生呢 因为呃 刘泰可先生的父亲是刘康啊 他也是联师生的好朋友 他们也是 所以我们当时也请刘泰可先生来 跟我们的新书发布 也跟我们一个联师生同向啊 那刘泰可先生的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演讲 我后面也引用了他的一句话 跟各位啊 分享啊 这是五代路 那我们在啊 前年我们也请了啊 侯德剑啊 啊 作为我们联师生基金的一个啊 啊 主讲人啊 他也分享了啊 他的懂得传人的啊 这个创作过程啊 也很受欢迎啊 还有这位就是余光中教授 余光中教授 我们在做这样的讲座的时候呢 我们很意外 因为我们总共当时大概有1400多个学生 跟老师出席 跟光中出席 我不知道这里 是不是有一些朋友也当时也在在现场 啊 那我们很意外的看到 我也没有想到的 演讲过后呢 既然有 有 几十个学生 可能超过一百个学生排队啊 要余光中间签名 就拿着我们送给他们的 呃 也让他们认识 也让他们认识 呃 所以呢 所以呢 我想 现在呢 我想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啊 我认为 呃 其实这个也是刘太德先生的演讲稿了 我我认为他讲得很好 所以我想用他作为 呃 最后跟各位做总结的一个看法就是 刘太德先生呢 他曾经说过就是 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色的轮廓呢 是由历史文化跟伟人的点滴传进来的 然后他认为呢 新加坡的国家文化特色的轮廓呢 现在还没有形成 可是还是在描绘中 他认为 连世生啊 是过去贡献之中 描绘点之中的其中一个 啊 就是因为像连世生现在呢 他留给新马的 青年的精神 他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创作 像海滨集结 啊 还有呢 他 比如说今天我们承设的连世生 青少文学基金 我们影响了一些青少年 对华文 对写作的看法 好 那连世生先生呢 就成为我们现在文化界的 一个很重要的贡献者 嗯 我觉得 呃 什么是文化先行 什么是文化界的贡献者 连世生先生可以是一个 好 这刘太德先生说了之后呢 我也觉得是非常非常 呃 对的 因为 连世生先生在他的整个 创作跟他的出版里面呢 他不断的在思考 什么是人生 啊 我们常常会问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啊 今天我们做个事情 有什么值得啊 我的同事常常问我 我这样做我有什么值得 我这样做得到什么 我这样 这样推动 跟你一起推动演讲 每个周末还要去搞活动 那我得到什么 然后 你做得很开心 可是我们做得很辛苦 啊 他们都一直告诉我 那我我就会告诉他们说 其实我们都是在在 诉说一些别人的故事 我们在诉说一些美好的文化 啊 甚至我们有时候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也把别人的智慧 别人的智慧呢 变成我们的智慧 也把他的生命情调 跟他的人生过程呢 变成我们的过程 好 那有些同事呢 跟我一起做的时候 他们也发现到 其实我们 我们享受的就是过程 我们学的就是过程 好 所以变成这些人整个的人生过程呢 就是不断的思考人生 另外呢 他是以理性为主的 我我个人觉得他是以理性为主 而且呢 在理性里面他有很多感性 好 像刚才我们说他跟孩子取名啊 啊 他的海滨季节啊 他都是把儒家的理性美学啊 还有陶燕林啊 或者老庄啊 老子啊 把那种潇洒堂堂结合在一起的 而且我个人觉得 他还是结合的非常非常完美 啊 我想如果连神仙在的话 我看到他的话呢 一定是发现他是一个 理性感性的人 大概就是一个 表面上看起来很严肃 可是内心呢 像是很很很容易接近的 一个持枪的这样子 另外呢 他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他他写作编辑出版 然后不断鼓励啊 当时候的时代青年啊 不断的去用他的自身呢 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种气质呢 去感染年轻的肚子啊 甚至去帮助呢 当时候的青年呢 心灵富有啊 其实我们今天常常讲 今天才有心灵鸡汤啊 心灵鸡汤这个概念呢 其实是 八十年代才有提出来的 那各位如果发现到 像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我们提的作家 像吴淡如啊 像张曼娟啊 像于光宗啊 他们都是所谓 心灵鸡汤的型的作家 包括像于丹 其实也有人 为了发现回到微信 我们见 这个